海参经过大火快炒拌入香葱 旧式经典卤菜葱烧海参 不过师傅却将它切丁放进南瓜窝窝头 成了新菜色 另外一道传统香菜 臭豆腐被切碎后包裹进可可粉春卷皮 经过油炸后造型酷似雪茄外观 可以看到这一整桌都是中式料理 而且它里头包含了就是八大菜系 像我眼前看到的这个生煎包 它里头就是将这个民式的佛跳墙包进去 蒸熟的水煎包沾上芝麻 再煎出焦黄色泽 里头包裹着海参花椒 其他像是经典的江浙菜外婆红烧肉 也放进包子内馅 而川菜酸菜鱼也做成一人份的灌汤饺 至于灰菜臭桂鱼改用鲈鱼降低异味 光是将经典菜重现就花了团队一个月时间 对 传统的菜色只是我们把它创新 让它外表看起来不一样 然后它是用那个类似臭豆腐的酱下去腌 然后让它有点带点臭味 然后又带一点海味 特别的一些辣椒酱豆瓣酱 下去炒完之后再把它包在一起 不只在菜色上加入创意 店内装潢也在更新 大量使用波浪造型象征成小笼包折 并换上花鸟壁纸金色灯带充满浓浓中国风 是从小笼包去发想出来的 然后结合了一些宋代的那种氛围 在吸引一些更年轻的族群 所以我们希望目标可以提升20到30%吧 从菜色到装潢全部焕然一新 就盼能为店面带来新气象 业绩更上一层楼 八大新闻下主卢志行 台北朝道 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小铃铛哦